全球天文爱好者引颈期盼的2020日环石终于在6月21日登场 台湾从金门、澎湖、嘉义及花莲、台东等8个县市位在环石带 可见长达60秒左右的日环石天文奇景 让大家一睹传说中的圣人光环 其他各地则可见到十分超过九成的日篇石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国外天文米无法入境与会 但是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情的池上及具有南洋风情的成功镇 都盛大举办了欢迎活动迎接日环石的到来 池上乡日环石组场地在大坡池举行 早上十点钟一过整个停车场就已停满车 十点半排队林区体验舰的热情民众 队伍就已绵延到停车场 林区免费观测日时眼镜的队伍 还环绕了草地好几圈 来自台北天文馆的志工老师们 忙着架设天文望眼镜 而准备登台表演的团体也在哭热的树下做最后的练习 上午池上天空有蓝天白云 但午后有乌云飘来 让人为日环石捏了一把冷汗 2点50分 太阳初窥开始 在云系穿梭中仍朦胧可见 随后大片的乌云降临 让与会者难掩失望的神情 幸好几十分钟后 乌云向两侧分开 下午4点11分左右 大家引颈期盼的日环石 终于要登场 民众都兴奋地沐浴在圣人光环的慈爱圣光中 因为下一次环石再度光临台湾 要在近200年后的2215年6月28日才有机会 因此台东在地及喜欢台东山水的外来游客 大家带来自己观测的设备 齐聚大波池 你是从什么地方到夕 我住台北 我今天早上就是从 就是从兽山火车站 坐火车就赶到这里来 9点班来到这边 你为什么会选择买时尚 你去嘉义 你去三天台 这个是要赌一下 那当然你必须要看一下你的天气嘛 但是这几天的天气很有趣 嘉义的那边的天气就一直翻盘 一下出大太阳 一下要下大雨 就现在听说现在是下大雨的天气 那这我没有办法 就是说那既然就一定要选一个 那我就带了我的家人过来 我就觉得来台东晚上的时候可以在这边聊聊 吃吃喝喝逛逛 也算不错 坐个火车也蛮舒服 蛮好玩的 就是它的附加价值 附加价值比嘉义高 所以你简单介绍一下你拍摄的地方是怎么做 这一台叫做STAR ADVENTURE 简称SA 然后它是一个很轻巧的一个赤道 那个你也可以称它追星仪也可以 那我常常带着它到旅行来跑 那它重量不重 那我这一台是一个7.3公分的一个小型迷你忘记 也是因为旅行的关系 这样子的选择这种池 那当然这个做这个太阳日时的观测 你千万不能有少掉这个东西 这个叫那个日时观测的那个膜 那这个膜那你一定要保护好 不然的话它这个倍率放大下来 你这个感光元件就就烧掉了 那我这一台是A7R3的相机 那它的好处是它的解析度高 然后它的可以一直放大裁切放大裁切 那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一种轻量化的设计 可以适合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来拍着 带着跑 你觉得台东的星空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看星星的人是需要抛家弃子型的 对你要迎合你在这边拍得很开心拍个三个小时 但旁边的人就说我们可以走了 所以我没有特别来到这里来拍 但是一直很向往台东的星空是最美的 那所以我很想一直来 那这一次刚好有这机会 然后也晚上今天晚上我们也住在三仙台那边附近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希望晚上天气也能更好 然后就可以让我在这边继续欣赏星空 在大铺水的现场 也有来自台北的志工 谈到了他之前到池上来上观星课 及当志工的原因 我听说你是从台北下来参加台东池上的这个星光班 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参加 为什么特别又从台北下来 当初我朋友说他老师在这边开开课 然后因为我喜欢台东这边环境 然后又喜欢拍星星 所以那时候有这个机会 我想说 顺便来玩 顺便来唱课这样 那这次当志工是怎么样 一样特别的 就刚好 何老师要来这边 这边帮忙 我想说 反正有请假 就下来帮忙这样 你觉得台东的这个星空的条件 星空的环境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池上这边的星空环境很棒 因为这只要因为他种稻米 他比如说像那个 波浪到那边 他其实没什么光害 对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 我觉得这边光害比较少 所以你会到这里来 会不会也是因为池上台东的这个滋涨环境很滋涨 还是怎么样 对很舒服 因为我本来就喜欢花东这边的环境 我很喜欢来这边 台东高中的天文社老师及学生 也身世浩大的带来世俗的天文望远镜 准备在此实地操作捕捉这难得的世纪盛事 我们是来自台东高中的老师跟学生 那这次来参加这个 就是来参加这个热盘石观测的活动呢 成员组成大部分都是一年级跟二年级 那里面有好多树里班的学生 那还有一些学生是天文社的小孩 那会选择大波池这个地方 是因为这边有活动 那小朋友他们在这个漫长的等待 从天石到环石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比较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参与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边 而且看起来天气好像也跟成功不会差太多 所以就做平衡之后是选择 我们是台东高中的后山天文社 那我们当时创社的时候 就已经注意到就是今年6月21号 有这个日环石的活动 那我们都非常期待 那今天我们也想来一读这个盛况 实际观赏一下所谓的天文奇迹 我们今年社团活动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这次望远镜我们称为天文小白 那这是我们社团里面其中一支望远镜 然后它是折射式的望远镜 然后我们今天看太阳 因为太阳不能直视嘛 所以我们会使用太阳的滤镜 待会会装上去 装在前面 然后我们眼睛在这里这样看 所以你们会录影吗 我们会观测 然后我们也会做相机的拍摄 我们另外有其他的同学 带了专业相机过来 然后我们也会去旁边做一些 那个针孔神像之类的相关的活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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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本客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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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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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